我身旁这栋阁楼就是当时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所在地 随着历史的变迁 周围已被拆得差不多了 只有这栋楼保存相对完好 目前这里属于福州市参生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 1932年5月15号 陶铸在这次515会议中指出 连江反两线马上将游击队组建起来 在农村进行解决反动武装 帮助和发动农民起来斗争 随后陶铸就亲自吩咐闽东指导各地的工农武装斗争 中夏时节 马山村后的山路上飘散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玩闹的孩子们很难想象 这般幽静天然的地方当年曾蕴藏了一团等待爆发的熊熊烈火 1932年的夏天 陶铸秘密来到了府安 他风尘仆仆 却又带着一路的茉莉花香来到马山村 开办党员骨干培训班 詹儒柏也是众多学员中的意愿 他那时候22岁嘛 他已经是黄浦军校 出来经过北法 参加了南昌企业 参加了广州企业 然后到福州搞地下工作 才不过22岁 可是已经经历了那么多 已经是一个老同志了 老革命了 训练班办在马山村党员郭怀庆的老宅中 在陶铸的指导下 福安中心县位在原有的秘密游击队基础上 重新整顿 成立了福安游击队 詹儒柏任队账 这里就是党员骨干培训班的遗址 八十多年风雨沧桑 老宅只剩下了这些断壁残垣 在马山村学习的这段时间里 张儒柏时常把目光投向远处的西北洋盆地 那里是福安历史上较早开发的区域之一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过去是福安县城周边的产粮重地 地主恶霸 反动势力十分猖獗 蓝天 位于西北洋盆地的南面 当年村里有陈姓大地主三兄弟 其庄园面积一百二十亩 他们在西北洋 牧洋 洋头等地 勾置了大量田地和房产 拥有粮田八千多亩 每年收租万单 上海 福州 宁德 霞浦和赛奇都有他们的店铺和钱庄 陈家自己印发的银票 甚至可以在福安当地市场同当时的货币一样流通 地主大院周围还建有炮楼 配备了枪支的二十多名团钉 专体地主 催促避债 欺压农民 周边的贫苦百姓对陈家恨之入骨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决定 派遣福安有机队 替穷苦农民拔掉蓝田陈家这颗钉子 当初这个祠堂前面是一块非常一朗无语的一个空地 那么又是在敌强我络的情况下面 强硬的这个攻打显然是不可能的 张如白他们对这个民团的这个情况 有做了一个深入的细致的了解 14号那天的据说就是 在这个民团筑地的两公里外 有一个叫双阳的宗池 在那个地方有演戏 应该来讲是疏于防范 所以说大步都去看戏了 这一夜 浩月当空 詹如白 派遣邮机队员 化妆呈警察 上前叫门 地主家平日横行乡里的民团哨兵 见到警察来访 不敢怠慢 慌忙打开了大门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独嘴的抹布和捆人的绳索 游击队员们 游击队员们鱼贯而入 迅速摘取枪架上的18支骨枪 民团教练拒绝交出短枪 被沾入败一枪击力 清脆的枪声划破西北洋中秋之夜的沉寂 揭开了民东党组织公开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斗争序幕 当时条件艰苦 家中的猪代表着全家老小至少一年的开治 所有的游击队员都觉得郭怀庆是开玩笑 只有詹儒柏暗暗留了心 今天是特别给他打了 郭怀先生就帮他打了 他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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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他拉开了 闽东武装斗争的大幕 保卫书区 建设书区 发展书区 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装后盾 另外一个为后来闽东红军独立师的创建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武装力量的基础 蓝天暴动后 詹儒柏带领游击队正式公开打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旗号 此后 第一支队频频出击 掌握颇丰 1934年 第一支队与第五支队河边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 继续为革命浴血奋战 令人遗憾的是 1935年3月 由于叛徒出卖 詹儒柏被捕 敌人威逼利友和严谨拷打 都不能让詹儒柏动摇半分 同年9月 恼羞成怒的反动派将詹儒柏残忍地杀害于 富安赛奇黄土港刑场 几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盛夏 借助温和的气候与充沛的雨水 沾始终此前的荷花池又一次迸发了蓬勃的生机 娇艳的荷花每年都会抓住这一次机会迎来新生 而坐落在蓝田村的蓝田暴洞纪念碑 却早已习惯了四季变换 不论寒风凛冽还是日晒雨林 他始终筑立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宏土地上 静静地陪伴着那些用血汗浇灌理想 用生命抵挡乱世的英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